這條影片絕對是我記者生涯中最辛苦的一條影片 今天沒有拍檔 他就先做了拍檔 東龍島的面積大概是2.42平方公里 其實跟長洲差不多大小 假日也有不少人會上來這裡玩水上活動 又或者玩飛索 他們吃的就是島上一間間士多的出品 大概圍著新舊碼頭 四個字路程左右 其實已經有七間士多 但士多和士多之間 就誤出了一個猶太人的經營智慧 就是每一間士多 他們賣的Signature 食物都會不同 就不會互相爭客 今天這麼難得 來到東龍島 就當然要和大家吃盡七間士多 根米子來到東龍島 好看好吃到停不到 Wuby 你終於要單拖一下食片了 今集就沒有我和Fiona 就沒有人跟你Cheers了 表現得好點 不要拍衰我們 收到了 我會盡力的 但一天吃完七間真的有點難度 所以我就分了兩天進來東龍島吃 我就會先從新碼頭直掃到舊碼頭 老闆娘 你這裡吃什麼最好 我去完假日士多 就是東龍島的第一間士多 所以以前有不少演藝紅星來到東龍島拍攝 都會在這裡吃東西 好像秋冠、朝偉等等 他們的照片都還放在這裡 他們最有名的就是一些手工餃子 讓我一齊進去試試吧 我們點的手工餃子已經全部到了 點了一個韭菜餃和冬菇餃 要挑戰這個 拿筷子 這裡最特別的地方就是 他們所有餃子都是他們幾子弟自己包的 就是家傳他媽媽的手工餃子的手藝 餃子本身的皮其實是挺薄的 而且入口很滑 不過餡料不算超多 還有肉都是一般的 比起韭菜餃 我對冬菇餃是更加有期望 因為我喜歡吃冬菇 就這樣開來看 裡面有一點點像冬菇肉餅那種餡 還有其實它每一隻的冬菇粒粒 都是切成這樣 又不算太小 吃起來都還有口感 餃子的湯 讓我先試一下 餃子的湯其實就是普通麻油味 大家幻想的很出名的公仔麵 那個麻油味的湯 所以湯底就沒什麼特別了 不是不是不是 很像 像西蒙 像西蒙 老闆娘你自己喜歡哪隻韭菜 我相對覺得韭菜是濃味的 是啊 淡一點 因為韭菜沒有味 冬菇會淡一點 為什麼呢 就怕會吸收味 假日士多是1970年代 由李氏夫婦開設 李氏夫婦離世之後就交了由五個子女打理 剛剛受訪的就是大家姐 負責樓面 而餃子就是二妹跟著媽媽的食譜 每逢星期五回來東龍島通宵包 很多人都看到我一半天三間做到包 所以有時候有些人經過 包你紳士 剛剛半夜還在包 我們是沒有味精的 我媽媽也慢慢研究出來 每一次就試了去 看一些味道欠什麼 下次再加些什麼 餃皮 我們自己是沒有本次做得那麼多 都是用訂做的 外面買是買不到的 南縣士多的老闆做了五十多年廚房 所以這裡就會主打一些王氣小炒 我進來的時候 我都六十三歲了 我媽媽一個人住 我媽媽八十八歲 多了一些汽水啤酒 餐大麵等等 加點奶橙 做了做了 人們喜歡吃炒粉麵等等 就是這樣 留給大家聽 經過Fiona和Syville對我的訓練 我覺得我自己的味蕾已經在增長 已經由這個烈食女王 一樣變成一個正常人的味蕾 它的河粉不會結成一塊 但其實眨眼看起來也不會太油 剛剛好 它的牛是偏向比較軟身的 而且吃起來是少許辣的 因為它是多重黑椒味的 我在裡面住 我這一年就出香港 十次八次 但是老婆 因為剛才我和老婆一起 她朝去晚回 在裡面來早些人 多數都留住香港的房子 我女兒四十多歲 早前她跟我說 老爸 然後我有一個購師 我去什麼購師 我們不如去英國開餐館 這樣想 我說 我已經七十五歲了 還有 做食物館的人要很勤力 這裡沒有壓力 不會炒魚 沒有這些 最特別的一個位置 就是剛剛問了老闆 因為我們吃乾炒牛河的時候 發現它裡面有一種薑味 然後老闆就跟我說 因為它用了薑和油 去爆香鍋 開了鍋才再炒 所以整個乾炒牛河 就會有淡淡的薑味 在這個島上 如果你譬如行山 或者做完飛鎖 可以吃到一碟 熱粒粒有火候的乾炒牛河 真是孤伏何求 謝謝 這間是泰肥仔士多的 泰式粉麵和小菜 我叫了燒豬頸肉 春卷和青咖哩魚蛋河 先試了春卷 因為熱粒粒脆 我吃到有冬菇 木耳 甘筍絲 應該還有粉絲 所以整個春卷的口感都很豐富 尤其是甘筍絲和木耳絲 你吃起來會很爽口 加上它的皮 是很薄很薄的春卷 你就不會覺得太油膩了 再配上它這個甜酸醬 它這個甜酸醬 就是有點像我們平時吃 燒味燒鴨的甜酸醬 它是再稀少少的醬 但味道是有點相近 泰肥仔士多的老闆肥仔 曾經就是曼谷學廚 再加上他媽媽就是泰國華僑 除了春卷是他媽媽每星期親手包之外 其他菜式媽媽都一樣有給意見 接著就是它這個青咖喱魚蛋河 我猜今集是這麼多集吃的 不吃一邊 最孤單和最熱的一集 看到它的河粉都挺掛湯 我覺得是未必跟粉質 其實是它的湯底很濃 所以它是黏在河粉上面 如果以大吉大眾的標準 它應該有三小辣的辣度 再加上今天35度的天氣 我要噴火的感覺 有個位置是我覺得很出色的 就是它的椰香味其實都很重 而且剛剛我們坐在這裡等老闆煮的時候 它的咖喱是香到 接著有個客人進來 然後說這麼香的是吃什麼 所以這個咖喱我覺得是幾值得一試 這個豬頸肉剛剛吃下去 我是覺得它有點像燒 其實無論吃還是忙 我都覺得它有點像燒的豬頸肉 接著我就很奇怪 因為我看到它老闆的廚房 是沒有任何燒爐或者炭 原來細問之下 它就是先煎香了午餐肉 午餐肉 午餐肉 我真的很緊張拍攝影片 細問之下就是它先煎香了豬頸肉 然後再拿去炸 就變成了現在獨有的口感 豬頸肉的口感是很爽 而且吃下去都還很juicy 豬頸肉真的一入口挺有驚喜 在舊碼頭 即是再經鷹就是士多 然後合傳士多 再進來這裡就是魚仔士多 這裡最出名就是養子的雞 魚仔士多是全島士多裡面環境最美的 十幾年前老闆退休之後 就一直在這裡前鋪後居 這裡的盆栽和照片都會見到它的心思 好了我們的洋子經雞翼已經到齊了 剛才老闆還要送多隻給我 因為其他人就只有五隻 我只有六隻 我只有六隻 很鹹 可能我都很鹹很壞 但本身雞翼的甜味已經是偏鹹的了 重口味人士可能會喜歡 不過這個就連我都覺得過鹹 它的皮是煎得非常脆和非常安心的 我們看見到連軟骨的部分都應該是送走一樓 非常香的脆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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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脆的 但是雞翼裡面 你應該看到仍然有 Juicy 位 完全不是乾真真的雞翼 其實我剛才聽老闆說 它說是煎的 但我不知道為何煎可以做到這個炸的口 我們這些是煎的 我們不是炸的 少油脆皮 那雞翼本身是用了甚麼調味料 鹽那些 要煮的 煮了很久 要啤冰水 啤了幾個字 然後再有客人來的時候 再煎 但是雞翼就預先煮熟了 所以你才可以做到少油 但又可以做到外脆 裡面又熟 不過雞翼到底有哪裏 跟洋子晶有關呢 老闆就說其實只是擺盤的方式 好像洋子晶花一樣 那 好啦我們去下一站 哇 這一站我們就來到合傳士多 試它兩個招牌 這個就是一邪豬扒麵 另一個就是正宗的金吉蜜桃 剛才聽老闆全哥說 這裡的金吉要讓足七年才可以放上桌給人 而且蜜桃還要是親戚親手讓的 真的不痛一點 蜜糖真的很清甜 不是開玩笑 因為它不膩 最重要是 你放下有很多蜜糖 喝完之後 你的喉嚨會有一點醬 這個完全不會 我用正宗的拿筷子方法 吃得出 你也吃得出嗎 今天沒有拍檔 他就做著拍檔 豬扒吃得出有很大股的薑汁味 還有酒味 這兩樣東西 連我這個比較鈍的舌頭 我都吃得出這兩隻米 細細說 剛才這個中間位置是有一點點粗 但是近骨這個位置 就是吃得很爽 而且很juicy 因為它可能軟了一點肥膏 剛才也是在後師 問了老闆全哥 他說逐一塊豬扒 他用人手來剁 所以這些心機錢都在這裡 合傳士多出名的 還有柴火紅豆沙和山水涼粉冰 用傳統的柴露煮出來的紅豆沙 又綿又清甜 真的值得一試 好了 在合傳士多的旁邊 就是姊妹士多 合傳士多最出名的就是柴炭紅豆沙 而姊妹士多最出名的就是綠豆沙 今天拍攝的當日就是大暑 所以其實今天氣溫應該是38度 先給掌聲我們兩位攝影師 海帶還沒多出 這裡的綠豆沙其實也有很香的海帶和陳皮味 但這個陳皮和旁邊的紅豆陳皮有點不同 這裡是再略帶金香多些 一會問一下老闆娘是否放很重手的陳皮 要用很漂亮的陳皮 還有我們加一些海帶和臭草 即是要粥料 通常綠豆沙都是煲兩個多小時 隔夜客人要吃得出 所以我早上五點半起床煲 所以有時如果很早有客人來 例如他九點幾船 那些東西都凍不及 好了 接著就椰汁冰了 椰汁冰我是很期待的 通常夏天就會很不想吃太稠 或者太奶的東西 通常你看這杯東西都會覺得它很膩 或者有很多奶 但原來喝下去有多清淡 我懷疑它再加多了少少椰汁水 即是椰黃水 它不只是用椰奶或者椰汁去沖 還有裡面還有一絲絲的椰黃肉 你看到也很足料 那些椰黃都很辛苦這樣拆 要在椰子裡拆出來自己 是新鮮的椰肉 這裡就賣綠豆沙 隔離就賣紅豆沙 是不是你和全哥都大家有個共識是這樣 是啊 想著他做得不錯 那我就做綠豆 即是大家不要惡性競爭 反而是互惠互利 那大家都有得做一下 如果這樣 最後一站我就來到鷹姐士多 不過就很可惜要摸門釘 希望影片出街的時候 士多就已經重開了 今天本身就想著 可以一次過吃完舊碼頭這邊吃的四間士多 但是來到鷹姐士多的時候 鷹姐就說今天廚房不開 因為她是眼做了手術 所以就吃不到他們最出名的西多士 這裡就有一個 檸物和柚子和芝士西多士 都是傳不到獨有的 所以今天就沒有後福了 如果下次大家吃到是好吃的話 記得留言給我們知道 既然你和鷹姐士多無緣都沒辦法 不過見你兩天吃盡了全哥島 今次就放過你了 不知道大家又覺得 劣食天候的表現是怎樣呢 今集逛街至Aka吃極不肥 就告一段我了 帶大家來到這個GIRL區 希望大家給我一個Like Comment和Share我 如果下一集想我們去哪區的話 記得留言告訴我 我還是去鹹山了 不說了 拜拜 拜拜 不要幫我拍瘋瘋瘋 有兩張 她比我還幸福 可以和林峰合照 不必點 認得她們這期 這個 和大家 這個是隨時後命 這個我不知道 我猜是少年四大明報 只是說的 但我真的有看 很可憐 很可憐 不可憐 你以前小時候不看的嗎 這張小慘 你先看看吧 你不要迎著 好熱啊 今天38度 這條片是有血 有淚 有汗 大家記得 我們留言 還有沒有睡覺 還有沒有睡覺 我們今早早 還要四點幾起床 看日出 到底誰想出來的鎖匙 多謝你 多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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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得給我Like 有血有汗 多謝大家 Ruby Close 多謝你看米子 記得 comment share 和Like我們的影片 還要按鈴鐺